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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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我嗨男性来了 今天我嗨男性 今天嗨男性 要煮什么鸡了哈哉 我要吃 我要吃 不能嗨 嗨男性 煮 煮什么鸡 啊 吹呼啊 吹中酒呼 白车 白车 吹中酒呼 哈是什么 水水的 还打瓣的 哈是 来 哎 阿姨的潮走哈 不是很准 有一点点不建议 来 白车 还打瓣哈是 哎 阿姨打瓣的 哈是阿姨打 哈有准 嘿 新手 白车 吹啊 老手会啦 哈是 新臭不一笑哈是 就是这样 因为白车 它没有鱼鳞 但是我们要把它挂掉它的污泥哈 把它挂一挂 哈 记得啊 这个筛这边拿起来 哈 挂一挂 然后这个里面 毒籽 把它清洗干净 哈 阿姨弄好了的 然后 抹干净 洗干净 其实阿姨做了的啦 哈 做给大家看 OK 然后 切切的 因为我这个很大条 所以我可能会挂三刀 如果你是小条的话 你就挂两刀 哈 切切这样挂 因为这边会厚一点 挂三刀 就可以了 然后怎么样 这个是 这个鱼是海的啊 不同的啊 阿姨每次煮的是淡水的 今天要做潮州蒸鱼 盐 又盐来的哈 它盐完了 OK 放点盐 一点点就好 不要多啊 一点点就好 记住啊 这个鱼要把它沥干水分啊 如果没有时间沥干的话 你就把它抹一抹 啊 盐你要涂也可以 不涂也是可以的啦 无所谓的哈 然后 挂个火焦粉叻 来 放淡薄 火焦粉 肚子一定要放啊 胡椒粉 放多一点不要紧 因为蛮新的 潮州蒸鱼 有一个粉丝 每次看到我蒸鱼哦 我们蒸那个广式的嘛 然后他就讲 阿姨蒸一下潮州鱼 他讲还要写潮州鱼 潮州鱼很容易的 啊 阿姨蒸 来 他们让我看啊 阿姨的是不是正式潮州鱼啊 葱姜蒜 人生就好像葱姜蒜 来的葱葱 气的总葱 有什么事情看不开 蒜了啦 所以叫做葱姜蒜 记住 底部一定要放两片葱 一点点的姜 老姜 软姜 没有问题 OK 哟 哇 切到锁 锁太厉了 哦 真的哦 好彩我有指甲 切到指甲 所以每天页页磨刀的女人 我刚才又磨了刀 唉 老了哦 很轮准 还是慢慢切啦 我的刀太厉了 铺一点姜在底部 咦 记住 水 水 一定要把它包滚 因为你在做这一个的时候啊 藕葱姜的后料啦 唉 讲福建话 藕葱姜 就好 水 啊 把它包滚先 来 咦 阿姨跟你们讲过 底部一定要点东西 要让它的热气循环 Circulation 它吐起来了 算了吧 好 咸菜 你们可以去NSK 巴萨都可以买 然后你可以买一点点 然后巴萨你买这样一点点的会做纳的哦 因为太少了 然后我们做Auntie的呢 会买很多收注 然后呢 时常有用咸菜的人啊 Auntie可以跟你们讲 你们买这个 泰国粗的 这个咸菜它不会咸的 它是甜味的 你买回来的时候 你吃一吃 它甜甜的 如果你买回来很咸 你就拿来 你这边有烧水嘛 你在煮着嘛 把它过滤一下烧水 或者你要蒸也是可以 OK 然后要怎么样呢 要把它切丝 每一样东西都要把它切丝哈 你要切大小片 你喜欢 材料啊Auntie不要讲 咸菜是多少 就刚才Auntie那边这样一小把咯 OK 记住 两粒酸梅 一大匙的酸梅汁 酸梅你去任何的杂货店 supermarket都有卖的 就是这样 三块钱而已一瓶 咸水梅 啊 新手的人不会呢 它里面有这样 有汁的 酸梅 啊 酸梅来的 啊 它 咸一下 然后 Domato 有一些人呢 它会放很多Domato 不需要 一粒就够了 有一些人讲 哇 放多多 放多多 很好吃 放到来多多 什么都折到完了咯 都不用看了咯 是不是 要怎样切都可以 一粒的Domato 哈 切滚刀也可以 要切片也可以 它是一个点缀 它会有一点点甜味 Auntie跟你们讲过了 番茄是调味的 调味料的 所以你看 非洲啊 印度啊 巴基斯坦啊 他们很厉害用Domato的 他们都是用这一种 哪里有味精什么 没有的 他们都是用Domato 什么都Domato 然后 香菇 南兽 Mushroom 三粒也可以 两粒也可以 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 切丝 哈 然后记住哦 要蒸个月也可以 总之有蒸超过三四个小时 它就暖了的啦 其实都不用蒸的 你洗一洗水 然后你就不要 不要理它 让它湿湿哦 它就会暖了的 现在的香菇不像以前的啦 以前的香菇真的很干很干的 现在都不会有的 OK 切丝啊 OK 豆腐 有一些人放很多啦 豆腐 是你们自己喜欢的 只要拿出来 你看 阿姨把它全部 豆腐这边 割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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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空气 它就会跌出来 如果你没有割破洞 你这样子拿出来 它这些全部会破 不美丽 OK 然后还有什么 辣椒 把它切丝 也是点缀 喜欢吃很辣的人 可以放米椒 但是通常一般都是放大辣椒啦 这个红辣椒切丝啊 是很难切的 因为它的皮很挖 所以你的刀一定要很锋利 你才切得到丝的 看到吗 阿姨切 来 给你们看 先放什么 酸梅 记住 一定要挤破它 不是这样子放下去 放上鱼的身体 够吗 两粒 好像不是很够 因为我的鱼很大 阿姨的鱼太大条了 哪里有个酸梅 加多一粒 通常一般很少买这么大条的鱼啦 因为这个在四根庄买的 哇 每个人看到这条白苍 阿姨朝周整好晒样啊 清净啊 防腐烧好容易啊 来 然后 托米豆 放上去 很容易 冬菇 放上去 咸菜 咸菜 姜菜 姜菜 塞一点点在它肚子 OK 最后 辣椒死 才会漂亮 黄黄 它是黄黄 放香酒 大香酒 然后 豆腐 朝周发讲讲的豆腐 豆腐不要买硬的喔 记着一定要买水豆腐 啊 因为啊 豆腐啊 它会吸掉那个汤汁的时候喔 噢 就是这样的 好干净 这样就可以了 嗯 然后 准备一点 圆栖和葱 等一下 炒的时候 点缀 所以 滚了 给你们看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每次争议阿姨讲几多分钟 比如老板 你大 每次大 大概三分钟 对啦 这个可以有没有这么大条 嗯 这个这么大条哪里可以 我用这个牛头排的干锅 哦 它的很大 它的够大 不是啊 我说 这么大条八分钟够 漏了 准备的材料很简单 移落 我的鱼肉啊 没有 鱼肉 你的鱼比阿姨小 就半茶匙就好了 阿姨的大概 阿姨的很大条 大概一大茶匙 OK 麻油 有麻油就放麻油 如果你有包那个蒜米的油 你就放蒜米的油 或者是葱头的油 都可以 麻油 包啥麻油 一大匙 哈嘎哈嘎啦 叫 老手 嗯嗯嗯嗯嗯ня 然后花asure酒 一大匙 你没有人去煮料置的啦 跟你讲 蒜宜是这样子的 摄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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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 摄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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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八分钟 现在开始算 哎呀 八分钟啊 记住了 阿姨的仪这么大条都八分钟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切它的背 然后它不是很厚 它就这么饱 Start 然后你猜 它在蒸做的嘛 你就现在可以切这些葱姜蒜咯 等一下点缀上去咯 跟你们讲一下故事 海南人很喜欢讲 潮州人 咖情昂昂 这样子讲 为什么你知道吗 来 阿姨跟你讲这个故事 潮州人和海南人 潮州人每次很爱讲 咖情昂昂 或者是海南人讲 潮州人 咖情昂昂 昂昂和海南话 昂昂是同一个意思 红红 你知道以前海南岛的人 来马来西亚 还有潮州人来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 我们是不同观济的人 是住在一个村里面的 邻基可能是印度人 马来人 潮州人 福建人 广东人都有 不同观济的人 有时候会难免 互相嘲讽 或者是温厚 或者他们其实没有恶意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会互相嘲讽 或者是互相温厚一下 他们就看到 海南人就看到潮州人的时候 他就 他就这样讲 然后潮州人就怎样讲 海南人你知道吗 他就讲 海南人 就砍猪尾巴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这句叫 海南人砍猪尾巴 会这么讲 海南人 就砍猪尾巴 海南人的猪跑到潮州人的猪 潮州人的猪 照去海南人的猪界里面 然后两个人时常吵架吵架 然后海南人想想一下 不是办法 然后他就把他的猪 海南人 他就把他的猪的尾巴砍断 这样他就知道 没有尾巴的那个猪就是他的咯 这样就避免了吵架了咯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 海南人 就砍猪尾巴 那些大海 海南得 他们不是讲海南人 他们讲海南得 其实不是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由来 是这样子 所以海南人就看到潮州人 就这样子讲 OK 是互相嘲讽 或者问候一下 看到说会拿这个话语气来笑笑 这样子讲 其实海南人很有智慧 他为了避免吵架 所以他就把他的猪 砍掉尾巴 所以潮州人每天看到海南人 海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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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吵架 然后潮 海南人看到潮州人 就这样子 就是这个原因 OK Auntie没有讽刺 没有潮笑 这两个关机 你们不要 不要等一下 为了这个事情又来潮 因为以前 有为了这一个事情 潮到人家要出来道歉 Auntie是讲给你们听 这个故事的由来 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的吗 是咯 我们小孩子看到潮州人 我们看到潮州人 我们就讲 这样这样子一直讲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你知道吗 潮州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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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其实潮州人啊 是海南人讲他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猪肉 肉粮塞 很鸡啊 OK啦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 8分钟了没有 哎呦 我讲故事都讲了7分钟了 哈哈哈哈 真的有骗骨 哈哈哈哈 好我们等等啊 嗯 OK 8分钟了啊 然后 One four 千万千万不要开盖 多龙 不要开盖 OK 就让他够住3分钟 记住 一定要3分钟 Auntie从以前都是 到现在都是3分钟 有人啊 开盖 才来按时间 不可以哦 他的那个热气全部走到完 他像狗在里面哦 所以你煮鱼的时候 你会煮到那个鱼的 中间的那一条骨 还有一点红红 就是因为他开盖 不可以开哈 Please 哈 3分钟了 可以 Auntie 我就尽量不要这么多鱼 来大家吃饭啊 今晚上Auntie煮的鱼 炒粥蒸鱼 小粥吹糊 哈哈 炒一个小百菜 然后这个菜Auntie有介绍过 就是莲藕花生 还有猪肉 这个菜好缺乏的 哇哇哇哇哇哇 等一下啊 然后啊 先吃这个鱼 千语千语 等一下啊 婆婆讲话一下啊 然后还有啊 这个鱼啊 我要跟你们讲一下啊 Auntie少放了一样东西 就是 啊 妈咪 啊 ok 少放了一个三层肉 因为这个蒸鱼里面有三层肉的嘛 但是因为我没有三层肉 所以我就没有放了 不要 然后如果你们有三层肉 你们放一点点的三层肉 也是像菜啊 豆腐这样啊 全部一点点一点点 Auntie 很美啊这个鱼 然后哦 你看它的汁 所以不用 不用煮那个汁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蒸鱼的时候 那个水蒸气它会回地 然后你在谷它三分钟的时候 它的汤汁更多 然后它的汤汁啊 不会腥的 所以有一些人拿来蒸了 然后倒掉了它的汁 再来煮那个汁 再来煮 潮州蒸发不是这样 他们就直接放了料 就直接蒸的 然后没有做料的 因为它的 自己会有制的 你蒸鱼的时候 它不会腥的 因为有咸菜又有姜 又有这么多的料 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那个 这个异形味 OK 来吃 来哪 吃吃吃吃 嗯 哇 吃看 冰的 鲜鱼 好 冰啊 哇 刚刚好哦 刚刚 切到那个 那个骨头那 那个骨头那 来 来给你们看 放一点豆腐 那中间 嗯 熟啊 熟 熟到不要熟啊 8分钟而已啊 所以有一些人会蒸说 10分钟 15分钟 火火黏呢 美美 哇 我最喜欢吃边边 哇 清甜 清甜哦 够酸哦 嗯嗯 好美好美 嗯 uncle的朋友 40年前的朋友 Mr. Lam Mr. Lam 不是啊 他们叫你Alam Alam 但是你是姓 林啊 姓胡 哦姓胡 古又胡 他们叫Alam 他是从荷兰来的 对对 好等到荣幸 哈哈哈哈 来吃你几次 这是冬菇还是毛菇 香菇 香菇 嗯 所以他会很多汤汁 因为有那个豆腐嘛 水豆腐他又会吃水 汤汁拿来撈 不要吃了你看看 撈饭 是哦 炒粥 炒粥人的菜 炒粥菜啊 嗯 哦 炒粥 哇 不好意思啊 现在吃完Uncle Liu 没有得吃啊 哦有 那个鱼这么大 只有我们四个人吃 哈哈 你会吃鱼桃吗 不大会 哦 这这这又是半个鬼了 嗯 半个鬼了 哈哈 所以你宝宝给你吃莲藕啊 莲藕 你看 花 过后了 我就吃这个鱼就过了 诶 你试试 你一碗 OK 明天我不要带你去吃伴侣了 明天你不要跟婆婆去巴沙 嗯 你不要搞去市场啊 哇 它这个汁 嗯 酸酸 酸酸哦 蔡味 嗯 酸酸甜甜这样 哦 呀 这个部分最好吃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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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酸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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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豆腐给我吃完了 吃完了没有人吃哦 没有人吃 嗯 来啊 拿 拿鱼来吃 拿菜 青菜 弟弟 姐姐没有拿青菜啊 哎呦 青菜啊 炒到黑一点了 你不想草莲吗 汉莓可以推广一下 有 现在很少人煮啊汉莓 在海白的 全部人都煮西瑶酱每天 是啊 西瑶酱 啊 方便嘛 是说 厅店的话就给西瑶酱方便哦 因为他们煮变了嘛 那个西瑶 它只要蒸8分钟 倒掉那些料就可以了 嗯 什么味道 你吃哦 好像小时候啊 有什么小时候的味道 慢慢蒸鱼哦 其实不会浆了 平时我们在市场底下的那些 浆姜啊 葱啊 哈兰 哈兰的餐馆 有没有人煮这样 没有 没有啊 嗯 真的就是香港式的 蒸鱼 这是你会煮哦 那些 那些也会 现在你会煮 这个不会啊 这个 今天才看到 怎么会煮啊 明珠都没有听过 调照 调照镜 调照镜 啊 调照镜 你什么小孩子 你 你 你母亲是求教人呢? 我母亲啊? 没有海南人 马来西亚的人都会的 求教人 哦 都会的 我们都吃一半了 这个很大条 这个条鱼 很大 你看海的鱼跟淡水鱼的肉 有不同的肉质 就是这么大质 好吃吗 给婆婆安 哎 哈喽 哈喽 你不要碰我 周公啊 周公啊 OK啦 晚安了 我们吃饭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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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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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晚安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 叔叔吃饭 叔叔一直讲收工咯 收工咯 叔叔不会讲话 这水都给你拿完了 汤还好喝吗 如果这个自裸奶煎成那个汤 然后放那个 我知道了啦 那个什么 鱼桃麦呀 可是鱼桃麦没有酸味嘛 这个就有一点酸味 这个有开胃味 这个还好吃过鱼桃麦哈 帮我朋友 他的意思是讲那个汤汁 拿来放那个鱼桃麦 煮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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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一次煮的 加一点冬粉 啊 冬粉都不错 我看他的意思是说 我有个味粉汤 这个汤是这个汤面 这个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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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那个老板想一想 哇 我要拿一条鱼来蒸这个汤面 这个汤面 那个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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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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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鱼鱼啦 嗯 还有60欧元 味条在产品里面 哇 65 30也有300了 嗯 诶 你会吃鱼桃吗 没 哎呀 半个归老 哈哈哈哈 这种才是真正的 马来西亚人会吃鱼桃的 鱼桃也不要太过人振 哈哈 他只有一个嘛 哈哈 没有没有 你就喜欢吃豆腐吗 嗯 什么 豆腐啊 和豆腐一样吗 一样 这个全软啊 这个更软啊 这个是水豆腐来的 水豆腐还可以做到这样 还是日本豆腐 日本豆腐啦 哦 对 但是我每次在国外 我买不到这种豆腐 那是上味的为什么呢 哦 可能这个酸 这个汤汁它细咯 还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 我懂不懂 很上味的哦 所以我买那个豆腐 这个不是那种 干豆腐 不是 水豆腐 你那一盒的 一盒的 整片在里面 整块在里面的 啊 如果你没有买这一个 这样一盒的哈 那个日本豆腐哈 那个豆腐当那边 它有一整个一拖的 你要几多它切给你的 哦 那个的口感更好 更滑 更滑吗 啊 那个更滑 但是那个不能够熟 他以为日本豆腐就无敌了 哦 没有 那个更好吃哦 那个本地的 哈哈哈 但是因为不可以熟 哦 嗯 最多一天两天罢了 一天两天就酸了 嗯 来 你看 这个Mr Wu啊 他在荷兰 是厨师的哦 煮中餐的 他吃到你看 所以哦 你看哦 其实煮这个鱼哦 是不用煮汁的 它的那个蒸汽啊 它会回流回下 递回下去嘛 你看 它的汁很清甜哦 都不咸哦 就很开胃 有点酸酸 又酸美味 又新菜味 荷兰开餐馆了 啊 荷兰开餐馆了 退休了哦 四十年啊 四十年 四十年 吃到干净了 他说汤汁都喝到完了